上期视频讲到我要花40个W做一台能扛零下40度 拥有200升燃油储备 不缺水不缺电的四驱越野房车 很多人说我不可能实现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 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和如何一步一步实现的 首先现有市场上的房车基本上都是两驱 正常情况下车子动量动不动就是4到5吨的重量 并且大部分的车型都是前驱或者后驱 只适合退休的老人在城市周边玩一玩 或者长期依赖营地式的房车旅行 而我是一个长期户外生活的旅行者 常年游走在全国各地 甚至还会出现在西藏新疆一些的偏远地区 所以我的用车环境和对车辆的使用程度 要比普通的房车使用者要强的很多 我参加过多次的房车展会 当我在房车市场上想选择一台适合自己的房车时发现 能满足我需求的房车 大部分的价格都是在1到200个W 甚至3到500个W 而真正在我预算以内的房车只适合老年人使用 于是我尝试了与多家房车厂商联系 并且描述了我的想法 多家厂商都以预算不足 或者单台定制太过于费食费料 以及耽误生产流程给予拒绝 最后我在河南的一家房车厂商签订了生产协议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如何实现 200升的燃油储备 等车的水路全部安装在车内 给水箱进行加热 车辆底盘是分14区 车内做饭无油烟 还有暖分机我安装了两台 加装水暖一体机 12度的生活用电 以及1200瓦的太阳能供电系统 是如何实现的 车辆底盘我选择了上期大通的T70分14区系统 非承载式车身的底盘 安装了沃恩12000磅的进口脚盘 原车油箱是80升的燃油储备 我在原车的底盘水箱位置 更换了碳美合金的120升副油箱 将水箱移到车内 并且将所有的水路水管全部安装在车内 防止冬天结冰 新水箱安装在卡座的座椅下方 并且安装了两台高原版的柴油暖分机 采用柴油暖分机全天后给水箱进行加热 并且给水箱安装的温度显示系统 时刻了解水箱内部的温度 为了解决恶劣天气 能在车内做饭没有油烟 我安装了一台小米的蒸烤杂一体机 能满足我在车内三到七天左右的西餐生活 还不会产生油烟 音箱上方我安装了一台2200瓦的电池炉 可以烧水煮粥煮面等一些无油烟的中餐 车辆加装了1000安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相当于12度的电量 车顶安装了700瓦的太阳能供电系统 以及500瓦的背包式便捷太阳能板 合计1200瓦以及1000瓦的行车充电系统 如果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以及突发情况 我还配备了一台本田全新技术的EU321T发电机 它是一款紧凑且高度便捷的发电机 具有着2.6000伏安的高频输出 是同类产品中最轻重量仅有26.5公斤 并且它是一种排量为130cc的新型发电机 可提高燃油效率 此外采用的电控燃油喷射装置 消除了分主门的操作 演绎了启动程序 即使在长期重放期间也无需从外油器中取出汽油等维护工作 还可以使用专用的应用程序 用手机就可以检查运营状态以及启动 由于采用了电碰技术 即使在高海拔地区也不用担心它的工作能力 可以为我的户外生活用电提供无忧的生活保障 由于这台车是个性化的定制车辆 定制生产流程都会比量产车要慢很多 很多原有的量产车模块都无法使用 在生产的过程中浪费了很多 并且整车的内部和底盘部分 增加的项目都需要精心设计安装位置 要保证一故障率 在低温或者高温环境使用时还能正常工作 还要保证车辆的越野性能不被过多的削弱 也给整个生产团队和设计团队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 具体我的车辆生产出来是否能和我理想中的一样 以及成品后效果是怎样的 我们下期视频带大家一一欣赏